好 接下來工程老師要介紹 這個題目啊 其實你國中還是學過 求一個k讓這個一元二次方程式 kx平方加4x加9等於0 有兩相亦10根 或者兩相等10根 或者沒有10根 好 那這個前面講過就是說 看到了判疊式嗎 判疊式如果大於0 有兩相亦10根 判疊式等於0 相等10根 判疊式小於0 就沒有10根 所以判疊式很容易 判疊式就是b平方-4acr 在這邊的話 是4的平方減掉 4乘以a a就是bac 就是9啊 好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 可以把4提出來 4減掉9點 所以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兩相亦10根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判疊式要大為1 意思就是 這個 4瓜4解9多 大為1 那這個大為0 兩邊除以4 除一個正數不會影響 那4分之0還是0 那這個把它移過去 變成4要小於9k 意思就是k大於9分之4 或者是9分之4小於k也可以 看你要怎麼寫都可以 好 我先寫想要寫9分之4小於k 你可以 還可以 好 那第二小個 兩相等10根 那你們判疊式 那你們判疊式就等1 那這個 4 4解9k等於0 這個4不要影響嘛 就是這個等於0 那4等於9k 9k等於4 k就是9分之4 0 直接寫到這裏 k那就等9分之4 好 第三個 那沒有10根 那我們判疊式就小於k 那意思就是 4-9k要小於k 那我們這個 一樣剛才講說 除以4分影響 除以4就變掉 除一個正數不影響 等4 那這個 4分之0還是0 那你再一樣把這個移過來 我剛才這裡什麼寫錯 這個是4大於9k 怎麼會4寫小於k 寫錯 不好意思啦 剛才都沒有人講 老師用點子 老師用點子對 所以怕上來老師要自助其一個 好 謝謝同學的你一樣 來 這個一個啦 所以應該是k 大於9分之4 或者是9分之4要小於k 好 看看這個有沒有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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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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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